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欢迎收看时间密码 今天礼拜一 涨185点 今天最多涨240点 成交量3116亿 上个礼拜五 台北股市开低588点 收盘回到平盘 小跌40点 今天台北股市直接开高 今天行情里面有浓浓的等待选举的味道 再等礼拜二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 这个礼拜有很多事情啊 礼拜二美国总统大选 到底谁要入主白宫 对于行情会有怎么样的影响 你看上个礼拜 大家担心川普会当选 台北股市被吓得跌那么多 礼拜二就要揭晓 到底谁要入主白宫 对于行情有怎么样的影响 等一下我们来谈 这个礼拜从今天开始到礼拜五 大陆的中国人大会议 也在召开当中 会端出怎么样的政策牛肉 也是市场高度期待的 相关ETF你该怎么样做 苹果财报发布出来了 果然iPhone卖得很好 再低档的大力光 郁金光 还有其他瓶盖股 敢不敢买 等一下我们来谈 财报持续发布中 我经常跟大家讲 财报期间不要受指数的影响 找赚大钱底部的股票 有低赶快买 你看今天四星KY 差一点点涨停 上礼拜五 趁跌的时候你会不会下去买 你敢买就会赚大钱 低档的股票 包含6669为盈 上礼拜五你也甘苦 上礼拜五押回低的时候 有1835 那今天1970 一天130块 130块一张就13万了 还有哪些股票 财报创新高股价在底部的 这今天要跟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上礼拜 每股一度大跌对不对 记不记得 上礼拜四每股大跌 道琼跌了4% 我们再放台风价 费城半导体跌了7.3% 会两天拨7%去 怕死人 难怪礼拜五很多人一开盘 就在杀股票 那礼拜五每股回神了 道琼一度涨563点 缩盘涨288点 那达克涨0.81% 费城半导体涨了1.11% 这个礼拜是美国的超级州 这个礼拜是美国的超级州 因为有很多重要的数据 有很多重要的会议 包含美国总统大选 这个礼拜 谁入主白宫就会揭晓 这是这个礼拜的行事例 今天是9月的工产订单 这个影响还没有那么大 紧接着礼拜二的服务业 采购基地人指数 重点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 在礼拜二开始开票 那礼拜三有原油的库存报告 同时高通安谋 美超围的财报重量级的 美超围会不会下市 这几天美超围股价拼命跌 因为他的财务内容有问题 连会计师都已经辞职了 你看这几天 美超围概念股 立台跌停 整个跟着一起崩跌 连续两根停板 双红也是美超围概念股 美超围如果真的下市的话 这些美超围概念股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礼拜都是重头戏 包含礼拜四的 上周初次申请职业就基金人数 这个数字发布完之后 紧接着礼拜五 美国要联总会开利率会议 利率会议开完之后 会不会降息 会不会降一马 包含川普如果当选会怎么样 川普如果落选的话 美国国债会不会崩盘 所以这个礼拜是美国的超级州 你要特别注意 你要特别注意 礼拜五美国一些主要大涨的公司 海基电AD是涨1.2% 联电日月光涨3% 苹果财报发布完之后 礼拜五跌1.3% 跌1.3%已经很厉害了 已经很厉害了 非常预估来得好 从底部大涨7.8% 美超围礼拜五又继续跌10.5% 这礼拜财报发布出来之后 会不会下市 你看它最高的时候在1200 现在剩下26块钱而已 好恐怖喔 高通涨1.5% 会达1.9% 麦威尔5.8% 这是财务利多 另外这边 惠普涨2.1% DAIL涨5.8% 这是AIPC的公司 AIPC的股票 航空股还是最稳的 上礼拜五美国航空股 普遍涨幅都有2% 所以这段时间 美国股市风风雨雨 有的大涨有的大跌 最稳的还是航空股 我跟大家谈了一段时间 跟大家最终一段时间 你看铁河航空 这个都已经超过了 都已经快80美元了 涨幅都超过一倍了 达美航空 这都旧图卡 价格都已经过新高了 美国航空也是一样 所以台湾的航空股 你要注意 你要注意啊 这个财报 发布出来之后 会不会喷出去 喷出去 人家都已经涨到一倍了 人家都已经涨到一倍了 我们涨幅才20几%而已 还严重落后 上礼拜公司也特别出来讲 前三季就会赚赢去年全年 明年持续乐观 不管是客运或者货运 都同步看好 加上油价的大跌 成本的降低 外资持续一直在加码 礼拜五还是持续加码买 上个月外资也是加码 持续加码长荣行 所以长荣行随时会喷出去喔 你有股票捧得住 礼拜二重头戏 礼拜二重头戏 谁要入主白宫 川普会不会当选 目前民调感觉上 他比较占优势 那如果川普真的当选 台北股市怎么办 会不会受干扰 那更重要的 最近很多人在ETF的部分 听到要降息嘛 很多人在大买 美国二十年的国债ETF 你看最近美国二十年期国债 一路崩跌 不是要降息 怎么买国债是赔钱的 而且还赔那么多 礼拜五 利率会议开完之后 会不会降息 降息会不会扭转 国债ETF的行情 那礼拜二 川普一定当选吗 川普如果落选 美资会不会崩跌 你看融资高达52万张啊 很多人都在买 很多人都在买 国债的ETF 融资52万张 全部都套住的 如果川普不幸落选的话 美债会不会崩盘 要注意啊 你看另外一档 国债发行的 美债二十年 ETF 融资也是高达27万张 光是这两 光是这两合约 融资加总起来快八十万张 全部都了解的 全部都投到的 所以礼拜二 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 对于美债的影响相当大 你要特别注意 苹果财报创新高 跟我预估的一样啊 对 之前有人预估iPhone16 会少卖一千万支 我都提出质疑了 我很想知道它是怎么预估的 为什么不是五百万支 不是八百万支 不是一千五百万支 是一千万支 那手里是怎么算出来的 是谁告诉他的 苹果告诉他的吗 还是他有另外的一个计算方式 你看苹果股价一直在历史高点 都不跌 如果iPhone卖的不好 我相信苹果股价早就跌翻掉了 是不是 我所看到的数据 苹果销售都是正面的 就国内大家都说 苹果卖的不好 iPhone卖的不好 导致于苹果股价在高点 所有 iPhone概念股都在低档 大家怕怕死 礼拜五财报发布出来 创历史新高营收 而且证明iPhone的销售 确实是比去年好 礼拜五 还有苹果股价 财报发布完之后是跌的 跌是正常的啊 我跟大家讲过嘛 已经大涨之后再发布利多 容易出现利多出镜 所以上礼拜美国很多家大型公司 不管是脸书 或者是电子海湾 财报发布完之后 全部都暴跌 5% 8% 那苹果才跌1%而已 股价在历史高点 发布利多之后 只跌了1% 这已经是最厉害啊 这已经是最厉害啊 平概股 你敢不敢低接 经常跟大家讲 懂得维基路是 你才会有超额利润 苹果在历史高点的时候 大力光股价反而在低档 对 真顶股价也在低档 台郡股价也在低档 郁金光也在低档 这获利都相当好啊 大力光你敢买不 你敢买这两天是什么 开始买起来了 是不是开始上来了 郁金光我也给大家看过啦 我们450买 你不敢买我们来买 你不敢买我们来买 这些郁金光 448均2块半 在我们成本附近 这才刚才开始而已喔 你还要买的探照喔 我算过给大家看嘛 郁金光第三季营收75亿 季成长50% 第二季是49.8亿 比第二季成长了50% 我大概算了一下 第三季EPS应该会有 13块钱的EPS 那光是前三季 上半年就18.5 所以前三季会超过三个股本 那加总第四季会超过四个股本 去年27 今年直接冲到40 业绩涨的跳跃 成长将近50%的幅度 五价竟然是680跌到剩440 你还不敢买喔 实验周期也算给你看啊 18天20天46天对 23天一半 19天double39天 这些 先给你看啊 两日内 就会有反转讯号 你要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够你要咬去 管就不要哭哭堆了 你去堆堆很危险 会向买底部你才会贪大钱 咬买喔 林肯定当当股票都在底部告诉你了 你咬买 几乎都赚钱啊 而且给他的时间30% 50%都有啊 那你不要低不敢买 等到行情大涨中人家去追高 很多人看到这种现行 都怎么说 啊 这叫空头 这叫空头现行 等你看到是多头现行的时候 航行就要结束了 涨跌是过程 重点在于产业的未来发展 跟公司的营运状况 获利持续提升 股价大跌是给你机会嘛 对不对 股价大跌是给你机会 你看这段航行里面 最厉害是什么 最厉害就是买最低点嘛 对不对 敢买低点你就会赚大钱嘛 你等到高点放量 等一夹堆你就要脱了嘛 你就要脱了嘛 相同情况 吃你咬买吗 敢不敢买 不敢买来找灵和宴 我带你做 我带你买 这礼拜 这礼拜的重头戏 还有大陆的人大会议 全国人大会议 礼拜一看到礼拜五 会端出怎么样的牛肉 还有没有更大的利基 你看在国庆前 大陆端出八千亿旧股市 八千亿旧股市 结果股市狂飙 上个礼拜 提出了十兆人民币 十兆跟八千亿差多少 十兆跟八千亿差多少 差了十几倍啊 那为什么股市还动不了 今天大陆股市的部分 上证涨1% 深证涨1.7% 兴奋度似乎还没有开始升温 在等什么 是不是在等 大陆人大会议开完之后 会不会有更大的商机 会不会有更大的牛肉 到时候 会不会像之前这样标出去 如果有更大牛肉的话 你看八千亿就这样标了 现在已经喊到十兆了 如果这礼拜开完之后 端出的牛肉是更大的 会不会再来一次 你还要不会想要参与 这礼拜你就要开始布局了 前波行情里面 我们是市场最大的赢家 赚超过一倍以上 在最高点几乎 几乎最高点 2.5卖出 14块钱卖出 10块钱买 22.5卖出 赚125% 6块钱买的 14块钱卖出 133% 高卖低你要敢买回来啊 高卖低你要敢买回来啊 我们低档买 14块钱卖出 下来之后又开始捡回来 这里开始在打底 到时候大陆股市再发飙 会不会又来一波 想要操作的 让人带着你做 现在ETF 大陆相关的ETF 没人在说了嘛 对不对 之前飙到高的时候 全市场大家都在讲 那现在一降温之后 又剩下0的人在追踪而已 所以你要操作你要听 你就听我节目 你要做你就跟我做 你跟着别人做 只会在大涨之后 带你去追高而已 追高然后就套住了 套住之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最后0的人带你底部买 逢高卖 开始进入超级财报期间 到11月15号 个股才是最重要的 不要被指数影响到 从个股出发 找单季创新高 股价在底部的 你照我说的 这样做就对了 指数的部分 大盘跌的时候 中底部的股票有蹲下来 你就快落去 有蹲下来 就是给你最好的机会点 你要在事前 底部就要买 不要等到事后才在追高 你看广达 我讲的时候 你猜多少 225嘛 对不对 是不是底部告诉你们的 你有买吗 你有买吗 从250涨到320 底部嘛 你就赚大钱 你高长再去追 你高长再去追 你就比较难赚了嘛 对 就比较难赚了嘛 齐鸿 817 跌到480 我在500块钱附近 开始跟大家讲 每天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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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买吗 你有买吗 我在这里讲的 从520 530 涨到700 你等下 每天都要赚大钱 你等下再去追 你就要被套了嘛 是不是 所以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围影 第三季业绩也是几乎快翻倍 财报还没发布 我大概估了一下 第三季应该能够赚三个股本 前三季能够赚八个股本 重点是股价从将近3000 跌到1600 业绩快翻倍 股价腰斩 这就是送给你 送你钱的机会嘛 对不对 你有买吗 我们1700下去买的 1800 1900 2000 2060 一张是不是 300块啊 300块一张就30万啊 谁规定说一定要买个五张十张 高单价买个一张也可以啊 是不是 上礼拜有开低 1835 难得的机会 你有买吗 上礼拜开低让你减 收盘在1865 最低在1835 今天 1970 你上礼拜五 1835 1850 你赚买的 两天是100块啊 要买个水的13块 13块多少 一张就13万啊 你不要一张八百万 180万两天赚13万 可以了嘛 对不对 如果家区都会贪大钱嘛 底部快要完成了 这么大底部快要完成了 回答股价在历史高点 回答概念股 股价在低档区 你不趁现在买 你要趁什么时候买 季家 第三季夜期也是几乎快翻倍 股价又是394 跌到210 我们220买的 240再加码 你们都知道啊 啊 你都知道啊 比特币飙涨 创新高 我也跟大家提醒啦 想买起来啊 你有买吗 220买 240买 礼拜五大涨 280 好啊 我们上星期五里面买买 上星期五280 附近卖出 尾创117附近卖出 卖出之后 今天是不是下来了 278.5 哎 也没都没卖啊 季家礼拜五大涨 我相信很多人 很多人礼拜五都在讲季家 第一没有人讲 只有我在买 一大涨很多人在讲 你们讲我就来卖啊 我们就来卖啊 我带你进也会带你出 会买底部 你要赚个30%50%才容易嘛 对不对 认同我这种做法的 我们一起来合作 网上这种服电话 今天我们刚好笑的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现场 这个礼拜四 美国的超级州 有很多重要的行程 尤其是礼拜二总统大选 跟礼拜五的利率会议 这个对于股市债市都有很大的影响 你还注意 可是个股不见得会受影响 财报持续在发布 你就找 获利创新高股价在底部的 如果有跌 就赶快买 不然跟着联练一起做 我只买底部基欧股 你们知道投机股基欧股我从来不碰 你看四星KY 第三季成长96%的营收 我上礼拜就跟大家预估了嘛 我估第三季EPS22块钱 前三季58块钱 哎果然礼拜五财报出来 22.51 是不是跟我估得很近 我在估财报很准的啦 我在估财报很准的 今年四星KY一股有机会上看80块钱 去年45 今年直奔80块 重点是股价从4500 跌到1800 业绩从45块钱 冲到80块 股价4500 跌到1800 你不趁这个时候买 你趁什么时候买 原本一张450万 现在一张百八万就能买了 谁固定说你要买个五张十张 买一张也可以啊 对不对 我上礼拜连工三天 我上礼拜连工三天 你有买吗 你不趁礼拜五蹲下来的时候下去买 礼拜五蹲下来 1965 今天2210 那像200块就有啊 200块一张有22万啊 这都刚开始而已 台光店也是啊 财报公布出来 跟我预估的几乎一模一样 今年一股 上看27块到28块 你敢买吗 两倍周期 返转时间到了 包括这支 连续三个月营收历史新高 第三季营收也创新高 两倍周期 返转时间都到了 敢买吗 让林肯带着你做 还有很多人能够赚大钱的股票 做出你超顺利 独立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因独立判断 险限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